好 做到這邊完之後呢 其實整桌已經幾乎做完了齁 那最後要畫樓點進一下喔 這裡呢 有種東西叫做那個大掛欄 那這種掛欄齁 去一般的五金行就在賣喔 你就跟他說這種掛網的掛欄就有了 那它有分大中小 那一般我們給國小 或是給各校都會給兩個 像這種掛欄會給兩個 那它有其他顏色啦 剛好這個是黑色 我就把它黑色齁 這樣可以掛上去 可以調位置 很方便 那再來呢 會有掛鉤 這種掛鉤呢 叫做超市掛網用的掛鉤 那這個也是在五金行就有 那這是兩吋的 有三吋的 又一吋的 那老師你可以針對老師的需求 幫他們買他們的掛鉤 那一般你大概會給到五個 六個啊 甚至給更多的都可以 那用法就像這樣 就可以直接掛上去 掛完之後 這邊也可以掛喔 像這裡 這裡可以掛 或是掛在這裡 都可以 你可以買小的 買小的就會掛比較重的東西啦 買那種很長的就可以掛膠帶等等的 所以整個掛完之後 你就可以像這樣 整個掛一下推車 做完就像這個感覺 那我記得我們第一次辦活動的時候 還有附這個 還有附籃子 就附盒子在裡面 所以我們後來就沒有做這一片 因為做這一片 那個盒子抽不出來 所以我們後來的版本都做這個 這個可以把盒子拉出來 這個可以讓各中心各老師自己選啊 因為沒有一定要怎麼做 但是整個 整體的結構模型大概怎樣 那這邊最後補充一下 一開始我們再給 是最一開始我有件事沒有講 就是所有的木料發下去之前 之後要先讓老師拉著沙子 把所有的邊邊腳腳通通都搗一搗 包含板子啊 包含腳材啊 這邊都先讓他搗腳 這個搗腳 我建議讓老師做太久 因為有些老師很認真 他光是搗之後可以搗一個小時 所以我們設定好一個時間就好 那通常開這個課程 如果是對沒有經驗的老師 他大概要做半天 大概只有半天 所以老師你可以慢慢教學 就幫他們帶來這樣 那因為我們真的希望他把工具 都帶到教室裡面去 所以這些掛欄掛鍋 可以幫他多買 是幫大家的鼓勵 好 以上的消息 謝謝大家